好 各位棋手大家好 那这晚棋是5月8号进行的第八届中日韩名人混双赛的决赛 由黑方李赫李宣豪对战白方崔金朴丁环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那李赫李宣豪和崔金朴丁环其实在近期都有交手过 可能李赫崔金的这个交手记录更加久远一点 是在这个亚运会女子团体赛上面 但是那场比赛令人印象深刻 李赫是直接屠龙崔金 也是为当时我们这个夺冠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后李宣豪和朴丁环最近一次交手 是在上个月月底进行的这个烂科杯32强上面 那那一盘棋就这个非常可惜 李宣豪也是下得非常不错 但是最后这个棋被逆转了 最后半幕输给朴丁环 非常遗憾 好我们来看这一盘混双决赛如何 开局黑棋新角木 白棋二连星 然后黑棋点角 左下呢先走出一个定式 之后白棋挂角 黑棋小尖 白棋高拆 接下来黑棋拆一个 白棋再挂 右边打入 然后就是白棋双飞 上边还是一个正常的定式下法 然后白棋往底下这个出头 这一手斜阵的话呢 还瞄着下一手飞压 要把黑棋压得很低 所以说黑棋尖也是非常扎实的走法 白棋搬一个 通常来讲 这个被二路搬的话会马上进行反搬 然后白棋比如说跨端 黑棋打持体调 白棋再沾上 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定型 那实战呢 黑棋的下法显得更加的积极 走的是左上的这个点角 那这里定型完之后 白棋自然是抢到左下这个挺头 这个很大 不过黑棋的这个角 虽然说遭受到重创 但是还不至于死 所以说再拖先一手 其实也还行 实战是往右上去碰 白棋走的是底下的扳 那这个棋如果说白棋从上边扳的话 这个黑棋其实还不错 反扳一下 你断打打吃 黑棋先手把外边断开 然后底下向这里跳一个先手 等白棋补的时候再飞压过来 就一边攻击白棋右下 一边就把上边白棋这个起筋给他抱进去 大吃掉 这样黑棋的步调也非常好 实战的这个白棋走的是二路斑 其实这个地方不太难理解 为什么实战黑棋就直接脱衔了 其实这个地方完全可以去反扳一下 反扳一下白棋当然不会去断打打吃了 因为这样被黑棋拍过来 从这里打穿掉白棋是无法接受的 你搬他必然是沾 然后黑棋哪怕再拖先都行 搬到这一下AI认为还是便宜 而且这个地方都不用根据AI的这个标准去判断 就明显是黑棋便宜到了 实战黑棋是直接在左下角飞出来 那白棋打吃 哪怕这个时候AI的建议都是黑棋先尝一下再拖先 可能觉得这个尝一下将来拐住白棋还得再补 这个是不是还能继续便宜 这就不太好判断了 实战黑棋是直接拆一个 然后白棋上边这个打入 那这个打入呢跟黑棋的间距是间隔两条线 像这个地方黑棋肯定是要补的 就你不补的话主要白棋有这个跑 这个很头疼 挡这个拐回家这个也是非常大的 挡这个白棋就从这打了爬 回去之后在上边做活 那等于说黑棋落空 所以说右上这个双方验定式 只要被白棋逼过来 通常情况下这个挺头是必不可少 看住这颗子 然后白棋上边拖 黑棋右下这个肩顶 白棋挺头 黑棋再贴住 然后白棋走的是这个扳 黑棋反扳 白棋再挺头 这边就是正常的一个交换吧 黑棋跳出 但这个地方反正下着下着 这个黑棋的胜率就 就不太行了 虽然说这个时候还没有崩盘 但是已经趋向于这个烈士的局面了 之后白棋掉一个 那这个棋的话 黑棋是无法忍受这样围的 这样围就被白棋拐 这个头太软了 然后白棋回去了 然后围的首先不是很大 然后右边这两颗子 因为受到白棋这个后卫的威胁 那你可能还得继续补 而且一手棋还回不了家 所以说这个棋确实击中了黑棋的软肋 实战黑棋往外贴住 白棋在一虎 但黑棋还是不太好走 只能说白棋这步棋下的好 你要是搬一个呢 白棋也不用去断了 就直接挺头 像这种穿香眼 就凑着白棋去走的话 也不可能是什么好棋 因为你不可能在这儿去补断 来不及 对吧 右边两颗子不活 那你这样 可能被一手棋罩进去 就差不多要完蛋了 所以说你这样去出头 是会影响到右边 所以说实战黑棋就老老实实不回去 这样白棋非常舒服 然后上边再虎一个 这个棋白棋下的非常的厚实 可能是朴林环走的这一步 然后黑棋往右边长 白棋贴 黑棋二路飞 之后因为白棋二路有断 这个地方针子不利 针不死黑棋 那你得防一手 所以说白棋二路虎 黑棋尖刺 白棋顶住 下一手黑棋立 立的话很大 对吧 把脚空拿住 然后多了一个二路虎过 所以说白棋跟着挡 这个地方虽然说黑棋牵手便宜了 但是右边这块姑棋 确实还得再处理 必须得出头 跳一个白棋挺头 然后黑棋上边扳 白棋这里断打 打吃一下 然后在尖顶不断的去追究黑棋的这个包围 这个棋甚至于黑棋就不敢要这个小尖的尾巴 如果说你冲下来的话 被白棋这么一打 你就算多并一下提掉 白棋这一挖 黑棋还是只能交代在这里啊 就里边白棋气紧 但是你没用啊 就是打了之后扑对吧 紧气 再一路打再紧气 再打这个白棋截都不用开 直接粘就行了 直接粘你一虎过来 他就直接把这吃死 你要断吃这个 直接从外边滚包一下 那黑棋全部死在里面 这个都是不行的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走半天尾巴不能要 外边拔一朵花 被白棋联络的话 这个时空非常紧张了 可以说这个天幕已经非常成问题了 这儿拔花固然厚 但没用啊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出白棋上边 刚才提前虎的这手棋价值有多大 他这一厚基本上就宣告 黑棋右边这朵花废掉了 你再怎么走也不可能围出什么大孔 所以说现在黑棋也是举步维艰 接下来黑棋往上长 这个棋主要反击也没什么用 搬的话呢 被白棋断打的吃 贴住 对吧 你搬他反搬 沾上一挺头 什么棋都没有 脚上拐不回去 实战黑棋长 白棋挺头联络 黑棋尖一个 那也没什么大的地方了 白棋往左边再打入 因为左下角呢 黑棋面临被搜刮 所以说也没有活干净 所以说只有往这个外边飞出 白棋压一手之后 选择的是靠回 非常稳劲 那这个棋如果断的话 当然也行 断的话你就这样一路打吃出来 只不过黑棋可能会获得先手 因为他中间气长了嘛 就不用补了 他可以先抢占底下这个拆二 这个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实战白棋靠压 然后黑棋没办法 那你这个断也得补 沾上之后白棋挤一个先手 打吃先手 再往底下路漏 这时候棋下的非常精妙 普通飞的话呢 还不一定好 这就是这样飞以后 黑棋就尖 你挡住 这个空位的还是大 漏这个看似好像 有破绽 被黑棋一飞 这个棋已经冲断了 只有尖顶放黑棋连回 但是这样的话 多了这个二路漏着风的地方 对于里边黑棋空的这个味道 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接下来白棋又下棋 那这个地方必然黑棋得补 就如果说你补外边的话 首先这个缺口还差一个没补好 而且里边白棋可以有这种手段 就是他脚上断一个 立下来的话 这个点方进去挡住 这个黑棋搬 然后这个白棋里边跳 跳完之后再从二路跳 就是这个眼位随便搞一搞就出来了 就是黑棋如果你破眼的话呢 他度过冲挡住 再夹一个也没用 夹一个分段 白棋有这种一路立的招 这黑棋也是完全应对不了的 就底下他要搬过嘛 你要顶一个阻度的话 白棋有这个一路肩 因为你不能挡一个道铺对吧 挡这个的话白棋沾一个搬一个 这个都是黑棋应对不了的 那你最多也只有铺结了 那铺结白棋在你空里面白完一圈 他搞出来一个结随便打 打一打黑棋就爆炸了 所以说这个棋里边味道狂差 不得不说白棋刚才这个二路点 走的确实好 实战黑棋是沾 白棋也不敢进去 白棋也不是不敢进去 这个棋其实你要真进去 还真的可以 但白棋这个中间的猴子脸 就是任赢的一个下法 他把自己补一补 基本上黑棋找不到什么发力点 白棋通盘铁后 时空有领先 那这个棋已经可以结束了 实战黑棋是往上跳 白棋这个底下再进来 这样呢 这个棋如果说你硬等的话 那里边出棋非常简单了 就冲一个 再冲断一个 打了 打了贴下去 再断 那这个黑棋死了 打这个沾上 你再沾他收棋就行 对吧 白棋快一棋 所以说黑棋之后从上边冲 然后白棋底下连回 二路点挡住 右边并一下 上边沾 白棋左上扳沾 黑棋中间刺 打了之后要违控 然后白棋大跳进来 黑棋跳一个 左边一打 中间一围 白棋冲了 上边尖 黑棋二路拖 这个当然白棋不能扳 扳断的话 这儿有一个打吃先手 先手割掉的尾巴 所以说白棋团了 选择挡住 因为你沾也差不多 沾的话白棋也不便宜 被黑棋上边尝进去 尖一个 你往里冲 他最多中间少微一点 上面这条边的便宜不少 实战白棋挡 黑棋压过来 然后白棋底下二路夹 这盘棋确实是个短命局 就是不得不说 虽然说白棋赢了 但并不能说明 就是崔金 实力就一定大于李赫 或者说 朴槿环实力一定大于李宣豪 对吧 这个棋因为混双 只能说 哪一方的配合更好 只能说这盘棋 白棋的配合 确实天衣无风 不管是这个 就是没怎么让黑棋找到机会 白棋下的很稳 对吧 每个地方都是 稍微转那么一点点 然后胜率就逐渐拉开 好 那这盘棋就给 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